爱奇艺爱时尚 大家好我是刘仙华 其实我一听到有这个Disney跟Gucci的这个合作 其实我一听到有这个Disney跟Gucci的这个合作 就非常期待 期待他们会出什么样的产品 应该会很酷很可爱很时尚 就像这个这个吉他盒 他们有这次有做出来一个行李箱 也是有一些很可爱的Micky在上面 我会推荐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用它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旅行 去享受 我觉得Gucci他们最吸引人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会把Classic跟Modern 两个融合在一起 就像这一次的他们跟Disney的合作 他们把Gucci的那个Classic的那个感觉 融合到这个Micky的可爱的 就觉得很酷 今天的造型比较 也可以算是Classic跟可爱吧 因为这个就算可以算是比较Classic吧 然后这个有这个Micky Mouse 虽然这样盖子看不到 所以然后就配一个牛仔裤 我本来就很喜欢牛仔裤 然后可能看不到 可是我的鞋子也是有一个Micky Mouse在上面 可是我今天最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吉他盒 我没看过这样的吉他盒 如果我有这样的吉他盒 非常每天可能会很开心 我自己比较喜欢又舒服又Fashion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穿上这些衣服 第一个感觉 你如果穿上那个衣服想出门想给大家看的话 那就是穿对的衣服了 冬天蛮最多的 应该是外套吧 就像我今天穿的外套 我的素颜 其实我现在就素颜 开玩笑 今天今天今天化妆了 其实我皮肤 我可能保养的比较好 可以给自己很高分吗 有点害羞可以吗 给我自己 没有没有没有我最近 因为比较忙 然后最近熬夜了有点多 所以我这里有点黑 给我自己九十分 太高了吧 没有就谦虚一点七十分吧 最近没有那么坚持 可是还是有时间的时候 我都会去健身 其实运动我都喜欢 如果需要 比如说拍个杂志 或者真的需要很明显的看身材的话 那我就会比较多 在健身房 如果就是保持健康的话 我其实我比较推荐 可以出去啊 去打球啊 或者做一些运动 这样不只是会健康 也会让你好玩 其实刚三十一号 就刚表演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表演 然后快就要过年了 所以过年也会有一些新的表演 所以最近比较忙的是 比较音乐 音乐跟一些舞台 哦对我爱上了 我爱上了 一直点点点 最近在 其实买的都是为了舞台的一些机器啊 或者对其他人 没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可是对我来说很 我很喜欢那些线啊 电脑线啊 哦对 也买了很多的灯光 然后最最开心的是 那个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会很开心 嗯 对于我我歌的内容 很多人在问 这是你真的 还是 是 内容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 就让你们自己来想 2020年 其实我的 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开我个人的演唱会 具体 的日子 还是 还不能讲 我觉得 做歌手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啊 比如说一开始我也 可能大家接受不了的一个 一个想法 在我的脑子里 我在studio 在录 我试着做这个 然后把 把那个 在我脑子里的 那个想法 把它真的呈现出来 在一个大舞台 真的把它 成功了 然后 给很多人看 然后大家看 那个舞台 然后从那个舞台 他们可以 比如说兴奋啊 或者开心啊 或者什么 这个就 很有成就感 就让我 就是不管 花了多长时间 几十个小时 或者几天熬夜啊 什么 舞台一 一结束以后 就有很 就有 就是 这个 可能 对我来说 就是真正的 幸福吧 嗯 快 过年了 嗯 首先 大家 恭喜发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要 要一直开心 嗯 希望大家 健健康康的 开开心心的 谢谢大家